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,将军家的大公子,全一级。 李承,盛大的婚宴,当今圣上最疼爱的佑帝,第一次那么执着地提出了一个要求,他要兰氏将军府履行婚约,这还是先皇在时与兰将军定下的。 也没人敢灌小王爷的酒,魏无羡跟皇上打了声招呼,就小心翼翼地牵着身旁盖着盖头的人走向婚房。 蓝旺姬的眼睛早些年突然就看不见了,这些年也习惯了当瞎子。 今天早上还没睡醒的时候,蓝旺姬就被人强行拖起来,还没让他说什么,他娘唯一的遗物就被抢走了,然后就听到那熟悉的尖锐声音说,让他替他嫁给那个暴力的小王爷,是他后娘的女儿。 他说,要是小王爷问起,就按他说的去做,不然就毁了他娘的遗物。 远离了人群之后,魏无羡放柔声音,婚房有些远,我抱你去吧。 蓝旺姬不敢说话,可也不敢让魏无羡抱他,只能焦急地站在原地。 看着手上握紧了的比他的小两圈的手,魏无羡一笑,上前一些将盖着盖头的人揽进怀里。 好了好了,不怕,将军府还真以为能瞒过皇帝和王爷啊,就是知道他们会来这么一出。 再说了,要是和我成婚的不是你,这婚宴可是不会开的。 蓝旺姬一愣,这样吗? 来,魏无羡将一块玉佩放到蓝旺姬手中。 走吧,我们该回屋了,夫人。 被抱了起来,手上被放入母亲的衣物的时候,她就不想反抗了,原来是不敢。 现在是心甘情愿,在这里,应该会比在将军府好些,吧。 回到屋里,魏无羡温柔地挑起盖头,看着眼前人和那无神黯淡的琉璃眸。 魏无羡坐在蓝旺姬身边,伸手轻轻地搂着人枕在自己肩上,一只手捏了,捏人的脸颊。 好漂亮好可爱的小公子呀,以后嫁给我好不好。 什么? 蓝旺姬肃然抬起头。 一,蓝旺姬一开口,魏无羡就因为蓝旺姬沙哑的声音,用指腹抵住了蓝旺姬的唇。 夫人,如今的皇室很干净,也很安定,不会再有那些杂气杂八寄于皇位的亲王侯爷王爷了,所以轻轻,我终于可以娶你了。 蓝旺姬第一次见魏无羡是十二岁的时候,那个神采飞扬的少年,一见到他就说了这句话。 在不知道名字的情况下,魏无羡一直来找他玩了五天,第六天,他的眼睛忽然看不见了,魏无羡也没有再来过,原来是因为这些年皇室的争权。 蓝旺姬无意识地攥着魏无羡的衣袖,很轻很轻地点了一下头。 好想你,魏无羡抱紧了怀里的人,侧脸,青蹭人的发丝,这儿。 我,也想,你,许久没说话了,蓝旺姬说话有些断断续续,他看不见,只能尽力地将扯着自己的嘴角摆出笑的表情。 魏无羡刚想说些什么,就听到怀里人的小肚子在咕咕叫了,看着蓝旺姬红了的脸颊。 魏无羡心疼又宠溺地揉了揉人的发丝,饿了,我去让人准备膳食,这儿先些会好不好。 蓝旺姬点了点头,装作没看到蓝旺姬的不自在,魏无羡把人抱到自己腿上坐着,一口一口地把人喂饱。 好久没吃这么多东西了,蓝旺姬只感觉自己全身都暖和了,可是好累,蓝旺姬奄奄地低着头,他在将军俯过得比吓人还不如。 每天都要干很多活,哪怕看不见也得干,因为看不见就干不好那些狗障人似的就有为难他的理由。 所以他休息的时间很少,根本没睡,多久就被拖起来,打扮换衣地折腾了一上午,婚礼也繁琐,现在感觉到安全和放松,就连精神都很累。 困了就睡吧,魏无羡一下一下地轻拍着人的背脊,小幅度地像哄小孩般晃着腿。 屋子周围没人的,扎儿想做什么都可以,不用在意礼数,睡吧。 谢谢。 临睡着了还要谢,魏无羡轻轻一揪人的耳朵,小笨蛋,应该是我跟你说对不起,等蓝旺姬睡醒了,感觉到婚服被脱了下来,只剩下礼衣,床榻很软很暖和。 蓝旺姬扶着床头,摸索着穿上鞋,没摸到衣物,就只能作罢,他还不熟悉这里,只能扶着墙,一步一步地试探。 笨蛋,魏无羡刚回来,就看到只穿着礼衣已经出门的人,连忙跑上前去把人抱到床上,一拍人的臀伴。 傻呀,不知道外面多冷啊,着凉了就难受了。 我想,找,夫君,被打屁股,蓝旺姬羞地扯着被褥,挡着自己半张脸,声音很低地像是呢喃,只是因为突然到了陌生的地方,心里有些慌。 想找那个他唯一熟悉的,也能让他安心的人,毕竟成婚了,这个称呼,还是要改的。 魏无羡顿时心都软了。 上前揽住人的腰,将人带进自己怀里,轻抚着人的背脊。 夫君在了,这儿不怕,以后没有人会伤害你了。 嗯,蓝旺姬小心地埋在魏无羡颈窝,安静地靠在魏无羡怀里。 太乖了,小时候还能蹦蹦跳跳地调皮呢。 魏无羡低头俯上人的脸颊,试探性地在眉心落下一吻,见怀里的宝贝没有反感,还红了耳根。 魏无羡低低地笑出声,又是一吻落在人眼角,将人搂紧,宝贝在等等。 夫君让人准备给扎儿调养身体了,等你的身体好些了,就可以治扎儿的眼睛了。 蓝旺姬眨了眨无神的双眼,仰起头,他可以,看见了吗? 对不起,魏无羡又清了一下人的脸颊,是我连累你了。 若是我没有和你离得那么近,他们就不会对你下手了。 太祖皇上昏庸好色,生了几十个皇子公主,官不作为,名不聊生。 这个当时的这个国家,可是说是一片狼藉。 所以他的父皇的皇位是抢来的,权力不稳。 成群的皇族之人和不作为的官员狼狈围歼着抢皇位。 所以,当初商量过后,魏无羡决定做表面上的太子,为他兄长争取暗中发展势力的时间。 只是没想到,他偶然间遇上了一位让他心弦震动的小公子,哪怕是偷偷地去找,却依旧连累了他。 就连知道他眼盲了被欺负了,都不能去帮,就怕再连累他。 而蓝旺基只是摇摇头,主动往魏无羡怀里去。 若是没有魏无羡,就他父亲,那因为和一位势力较大的侯爷有关系,才当上将军的耸包。 他在将军府,迟早也会不好过。 皇室经过清洗之后,他就会和将军府一起遭殃。 他不傻,现在将军府还没出事,肯定是因为魏无羡要先将他带出来,可能很快皇上就会对将军府动手了。 也跟蓝旺基想的一样,他们成婚的第四天,将军府上上下下全被捉拿,连带着相关联的一些人都被押入大楼。 将大大小小的卷宗都整理完,已经过了十天。 从大理寺出来,魏无羡看了看天色,绕路去买了蓝旺基喜欢的栗子高,又买了一份荷叶鸡,才回去王府。 回去的时候,看到一身白衣的人,正坐在鞦韆上,抚摸着两只兔子。 魏无羡走上前,蹲下身,拉紧蓝旺基身上的弧球披风,轻轻握住那冰凉的小手,栗子高和荷叶鸡,轻轻要不要再养多点肉肉啊? 听到脚步声,就知道魏无羡回来了。 蓝旺基微笑着点了点头,放下兔子,乖乖地让魏无羡抱他进屋。 魏无羡颠了颠怀里的重量,在轻轻人的小脸蛋,波击一声,满意。 不错,这些天养的还是有效果的,重一些了,脸上也变软了,轻轻再接再厉,要把自己养得肉嘟嘟的哦。 蓝旺基红着耳朵,埋进魏无羡颈窝,简直越来越不知羞了。 把人喂得饱饱的,魏无羡捧着人的脸颊,一下一下地轻。 这儿,要去天牢看看他们吗? 蓝旺基摇了摇头,侧脸蹭了蹭魏无羡,讨厌他们,他娘只是普通人家的姑娘。 他爹当初说会一生一世一双人,可去战场一趟,就转头带回来三个小妾,一个男宠。 回到京城了,还总是去那些勾兰地方,他娘郁郁而终之后,他就有了后娘。 后娘还有个总是欺负她的女儿,让她干活,还总是欺负她,讨厌他们。 好,不理他们,魏无羡摸摸人的发丝,那就,喝完药就要一把,到这儿的休息时间了。 嗯…… 魏无羡把人收拾好了之后自己才去洗漱。 蓝旺基窝在温暖的床榻听着声音,掰着手指数了数。 虽然他是男子,可这婚是皇上见证的,现在成婚半个月了,他的夫君一直不碰他,亲吻都最多只是亲脸,晚上相拥而眠时也从不越见。 他娘说过,除非是蓝旺基真的确认了未来某个人值得信任,否则不能告诉任何人他的身体情况,因为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好的象征,他会被当成怪物,异类。 这种事情,羞耻又不敢说,蓝旺基都做好了同房后魏无羡发现时,可能会害怕或是远离他的后果。 可是,他舍不得这么好的人,忽然被抱住了,他想太久了,魏无羡都洗漱完了,蓝旺基督着嘴蹭了蹭魏无羡胸膛,夫君困了。 魏无羡一手附在人颈后熟练地揉捏,熟练地准备哄人入睡,是不早了,睡吧。 主动chill at home这种事蓝旺基实在做不到,于是点了点头,乖乖睡觉。 看着怀里的宝贝逐渐入睡,魏无羡的视线逐渐下移,落在蓝旺基在薄薄的礼仪下勾勒出糊涂的胸口,蓝旺基看不见,可能也就不知道他自己和常人的区别。 沐浴时,魏无羡早就看了个拳,该看的不该看的都看到了,他在想要这个宝贝,可是他也想他们的初次是在蓝旺基能看见的情况下。 所以再忍忍吧,反正人就在怀里呢。 这儿,找到蹲在兔子窝旁边的阴影里,都快成了蘑菇的人。 魏无羡也蹲在蓝旺基旁边,将人搂住,先咬一口那被养得软乎乎的小脸蛋。 傻宝贝,在这做什么呢? 蓝旺基的双眼蒙着一层半透的白色青纱。 他的眼睛可以看见近处的东西了,只不过看得不太清楚,也还不能过多的见光。 看着眼前的人,蓝旺基委屈的嘟嘴,抬手,腿抹了,站不起来。 魏无羡直接笑出声,一边笑一边坐在旁边的秋干后,把人抱着,坐到自己腿上。 帮蓝旺基揉着腿的时候,还时不时地笑两声,笑个不停,也不老实地亲着自家轻轻的脸。 蓝旺基气呼呼,双手抱紧魏无羡的脖子,夫君不许笑了。 不就是,又想起刚刚蹲着,让他想到腿麻的事情,蓝旺基的脸又红了。 昨天他和魏无羡一起去皇宫和皇上皇后,吃了类似于一家人团团做的饭,饭吃得很温馨。 可是在皇上和魏无羡谈试的时候,皇后偷偷摸摸地给了他一本书,那上面画的东西,简直不知羞。 蓝旺基又想起,怪不得魏无羡要跟他说许多次魏无羡说,皇后那性格,要是冒犯着说,那就是个逗逼,外人面前能一本正经。 可在私底下那跳脱的性子,也就皇上爱得深沉,才能招架得住了。 但是,埋在魏无羡颈窝,蓝旺基下意识地攥紧了魏无羡的衣服。 夫君,你,喜欢我吗? 魏无羡抬手,就一翘人的额头,小笨蛋,瞎想什么呢? 蓝旺基蹭了蹭魏无羡肩膀,可是你都从来不碰我,是知道我怪物一样的身体吗? 可若是不喜欢,又为什么要娶我?若是喜欢,却从来也没有越见。 看着怀里的宝贝,魏无羡的指尖,轻拧着蓝旺基一缕发丝。 因为我的轻轻在害怕啊,傻宝贝,我怎么舍得? 蓝旺基安静了一会,摇了摇头,搂住了魏无羡的腰埋在这段时间已经让他依恋地怀抱。 第一次的话,没听清,魏无羡低下头,侧头靠近,这儿,刚刚说什么? 后知后觉地感到羞耻,蓝旺基几乎想要把头埋进地缝,但他更害怕的是在更深地陷入这样的温柔之后,突然又坠入深渊。 我,第一次的话,肯定会,害怕。 一句话说得磕磕绊绊,说完连自己都好像要熟透了,脸上也感觉很烫。 蓝旺基干脆捂住了自己的脸,简直是不知羞耻。 防止吓到人,魏无羡克制住自己的欣喜与激动,一点点地收紧双臂。 几乎将人嵌入自己怀中,真重地吻着人的发丝,那这儿喜欢我吗? 蓝旺基捂着脸点了点头,这么好的人,怎么可能不喜欢? 那就好,喜欢就好。 魏无羡微笑着捧住蓝旺基红彤彤的小脸蛋,很轻很轻地在那红润的唇上落下蜻蜓点水的吻,最爱我的湛宝贝了。 蓝旺基连脖子都红了,却是乖软地嗡了一声,在魏无羡抱他回屋的时候,也小心翼翼地在魏无羡唇角轻了一下,轻腻的甜蜜让他笑着将侧脸贴着魏无羡,最爱夫君了。 一瞬间,魏无羡有了心花怒放的感觉,稳稳地抱着怀里的宝贝,快步进去卧房。 这道门连午膳的敲门都没阴,直到晚上才被打开。 一朝开婚就无法克制,魏无羡连早朝都不去了,一连半个月都和蓝旺基窝在府底,都没这么踏出过房门。 直到性子乖软,并且在魏无羡面前几乎是一点脾气的蓝旺基,终于忍无可忍地将魏无羡一脚踹下床的时候,关闭了许久的房门和窗户,终于打开了。 蓝旺基辅着酸软的几乎没知觉了的腰,裹着被褥,艰难地挪到了床榻里侧,不能再继续了,再不歇会他真的得废,而且身下也被磨得又酸又疼,受不了了。 魏无羡挠了挠头,实在是轻轻太美味了,念了这么多才,终于得到,还真忍不住。 于是试探地凑上前,看人没有再躲,就连人带被褥一起搂住,一只手摸了摸人的脸颊,轻轻,夫君不做了,那夫君给这儿揉揉腰好不好呀。 蓝旺基舍不得真的生气,可他实在没力气再动了,那双湿漉漉的琉璃眸,委屈地看着魏无羡,夫君,我好累,还,呃,腰疼,还有,那里也疼。 那这儿先休息,夫君给这儿上药好不好,魏无羡安抚地吻着人的唇瓣,将人揽进怀里,一下一下地揉着那明显感觉到僵硬的腰肢,来,宝贝,先在软榻上躺会啊,很快就好。 去拿了药,吩咐下人,把房间打扫整理。 魏无羡抱着蓝旺基,去了后面的浴池,沐浴过后擦拭上药,用了些药油揉药,哄着困得半梦半醒的人, 人儿,喝了几口粥之后就把人抱到床榻哄睡。 呜,蓝旺基嘟囔着什么,往魏无羡胸口拱了拱,还咬了魏无羡一口。 魏无羡凑近了些,勉强听懂了坏蛋两个字,于是直接一口轻载人唇半,小笨蛋。 一个月后,魏无羡需要带皇帝巡视南方地界,皇帝则是去了北方。 这个国家刚结束了战争和改朝换代,兄弟俩再怎么想陪着自己媳妇也依旧得肩负起责任。 于是,魏无羡缠了蓝旺基一整晚,直到天亮了,必须快些出发了,才放过已经累极的人。 夫君,蓝旺基迷迷糊糊地搂着魏无羡的脖子蹭,快些回家好不好,不想离开夫君太久。 好,魏无羡宠溺地亲了亲人的脸颊,夫君一定以最快的速度,尽快回家陪这儿,宝贝睡吧。 这儿睡着了,夫君再出门,但实际上,他和皇帝是作为明面上的诱饵,要把剩下的那些潜在威胁引出。 之前的余孽必须全部清理干净。 蓝旺基和皇后,还有朝中大臣会待在重兵把守的京城,比起和他一起,京城安全多了。 夫君,不许受伤。 都睡着了还在嘟囊,魏无羡依依依不舍地搂着人贴贴了好一会,天大亮了才起身,出门之前还拎了只兔子,洗干净之后放到蓝旺基旁边,俯身在蓝旺基,额头印下一吻,等夫君回来,以后专心陪着这儿。 一边将各城各县的官员都查一遍,一边清理余孽,途中遇到的山匪,恶徒之类和深受其害的百姓。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处理,魏无羡几乎是每天都在赶路,赶路的时间处理事情,尽量地争取时间。 但尽管赶成这样,魏无羡也堪堪才在两个月后回到京城。 外面下着雪,还没进城门,就看到等在外面的人,直接跑上前去,将人紧紧搂住,轻轻。 蓝旺基撇着嘴,眼眶泛红地埋进魏无羡怀中,哗,夫君,大坏蛋,都两个月了。 不哭不哭,魏无羡吓了一跳,连忙抱着人上马车,捧住那明显瘦了的小脸蛋,心疼地擦去不停滚落的泪珠。 宝贝,不哭了,夫君回来了,还玩好无损呢,我一点伤都没瘦哦,不哭了好不好呀? 以后夫君都不会忙了,就专心陪着这儿好不好蓝旺基抽叶着,一直往魏无羡紧窝蹭,双手紧紧抱着魏无羡的脖子,夫君,魏无羡硬着,温柔地哄着,不哭了哦,夫君在呢,这儿乖啊,不能再哭了。 这么漂亮的眼睛,都肿了,夫君轻轻好不好呀? 嗯,蓝旺基边哭边回应这个吻,吻着吻着,也渐渐不哭了,乖乖地窝在魏无羡怀里。 夫君,哎呦,魏无羡一掐人儿,白白嫩嫩的小脸蛋回家了再这样喊啊,不然夫君会憋坏的。 蓝旺基有些不安地看了魏无羡一眼,又低下头双手紧张地更加抱紧魏无羡,不,最近还不可以。 魏无羡一顿,连忙担忧地仔细检查怀里的宝贝怎么了,是不是不舒服啊? 那我们先进宫找太医,蓝旺基摇了摇头,声音滴滴的,夫君,我们先回家好不好? 好,感受着怀里过于单薄的身子和凉意,魏无羡皱眉,将人裹进了自己外袍,一到府底,抱着人就直接往屋里冲,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人放到床榻。 于是,魏无羡就被蓝旺基躺下后,那明显有糊涂的小腹给看得呆住了,手轻轻抚上,这儿,这时,蓝旺基不敢看魏无羡,有三,三个月了,太医说是,是双胎,所以就,比较明显。 魏无羡的脑子还没转过来,就在傻笑了,反应过来后,兴奋无比,捧住人的小脸蛋,就亲了无数口,嘿嘿,宝贝给了夫君好大的惊喜啊。 蓝旺基猛猛地眨了眨流离眸,夫君,魏无羡一刮人的鼻尖,傻诈儿,夫君早就说过了,一点都不介意诈儿的那一点特殊,真是小笨蛋。 蓝旺基别嘴,可是,我,我对外是男子,我怕会,男子却能生子,他怕其他人会说,魏无羡取了个怪物,后面的话被魏无羡用唇堵住,被轻迷糊了, 蓝旺基就乖乖软软地趴在魏无羡肩肩上,蹭蹭,夫君我要饿扁了,要夫君喂好不好。 好,用膳,魏无羡满眼柔情地轻轻软乎乎的人儿,现在可是三个宝贝了,都要喂得饱饱的。 边吃着,魏无羡一只手,还附在坐在他腿上的人的小腹,轻轻妈撒,时不时亲一口怀里的宝贝,这儿,辛苦了。 蓝旺基微笑着喂了一口虾给魏无羡,我有夫君呢,不辛苦。 魏无羡食指轻轻一戳人的额头,可真是傻,夫君好不容易给这儿养出点肉,也就两个月,这都比之前更瘦了,没有好好吃饭是不是。 蓝旺基委屈得嘟嘴,之前总想吐,吃不下。 于是,魏无羡皱眉,低下头神情严肃地看着蓝旺基小腹,听见没小家伙们,不许折腾你们爹爹,不然出来了,老子也折腾你们。 蓝旺基笑得开心,凑上钱巴基一口,夫君,吃完饭陪我睡觉好不好,困好,什么都好。 魏无羡简直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去宠着,去爱着这个宝贝才好。 这么好的人,是他最爱的伴侣。 吃完饭,将人哄睡着之后,魏无羡起身去问了管家蓝旺基这些日子的情况,越听越是担忧,一直胎相不稳。 太医开的药,也没用吗? 管家事无巨细,回王爷,最开始请太医,就是因为侍女禀告属下。 王妃的衣物,经常有血,且总是想吐,太医开的药,是有用的。 王妃刚查出有孕的那一个月,哪怕是喝一口水,都会反胃,睡不安稳,时不时就会出血。 最近一个月,才好些,倒是没有再出血,只是胎相,始终不稳。 太医说是优思过重,且出血的日子太久,很可能会滑胎。 便依王妃的意思,哪怕难受些,也要加大药量保胎。 王妃也有两月未出门了。 魏无羡吩咐了,将所有太医都请来。 要先熬着,然后便快速回去陪蓝旺鸡。 管家处理事情的能力很好,蓝旺鸡所有吃的,用的东西,全部都检查,换新了。 任何蓝旺鸡会接触到的东西,都会提前检查三遍,连人都差不多相当于脱光了搜身了。 魏无羡要做的事情,只有好好陪着蓝旺鸡,这也是最重要的事。 这儿,看蓝旺鸡竟然醒了,魏无羡快步上前,轻柔地将似是发呆的人搂住,大手小心翼翼地拢着人儿小腹的那一抹弧度,怎么醒了,有没有难受? 魏无羡的手很温暖,那点不是就这样消散了。 蓝旺鸡笑着,埋进魏无羡怀里,有夫君在就不难受了,那还困不困了,嗯? 魏无羡温柔地俯着人的发丝,夫君这次不起身,就陪着这儿等,这儿睡醒好不好。 蓝旺鸡开心地点头,那双琉璃某亮晶晶的,困呐,要夫君抱抱。 好可爱,魏无羡搂着人,轻轻贴贴了许久,眼看自家宝贝都被他清睡着了才停下,又心疼得在人的脸颊,吻了吻,傻。 等蓝旺鸡睡醒了,早已等候着的十几位太医,才轮流来检查把脉。 魏无羡就一直把人抱在怀里,让人枕,在他肩上继续闭目养神。 十几位太医,各自对视一眼,有了结果后,向魏无羡携行了一礼,便安静地出了门。 魏无羡低下头,抬手亲夫人的脸颊,这儿,夫君去和太医们谈点事,宝贝是一起还是,呜,夫君,我困。 蓝旺鸡的声音都带着哭腔,明明睡了好久了,可还是很困,全身都难受。 魏无羡放轻声音,困就继续睡吧,夫君在呢。 嗯,确认蓝旺鸡睡着了,魏无羡用厚披风把人裹起来,抱着一起去太医那儿,生怕蓝旺鸡在在他不在的时候,醒了而不安。 并且魏无羡自己现在也不放心,让蓝旺鸡离开他的视线。 但是,情况还好,太医都已经走了,就剩下魏无羡,一边哄着怀里,正睡着的蓝旺鸡,一边思考太医的话。 侍女明明说,昨天的时候,蓝旺鸡还依旧失眠,且小腹有些疼。 可太医又说,蓝旺鸡现在的状况还不错,喝刚开始开的正常量保胎药,平常多睡多吃,尽量多躺会,刚开始可能会失睡。 但是只要这个月之内,不再有问题,以后只要不出意外,那就不会再出事了,是因为我吗? 魏无羡心疼地看着蓝旺鸡有些泛白的唇瓣,在蓝旺鸡额头落下一吻,是因为我回来了,所以就安心了对不对? 夫君以后,不会再离开这儿了。 蓝旺鸡一直睡到了第二天午时,迷糊着的时候,就习惯性地往被窝里,埋。 直到被一个怀抱搂紧了,这才迟钝地反应过来,连忙抬起头,夫君。 再呢,魏无羡宠宠腻地,抚着人的发丝,这儿都睡了一天一夜喽,饿了吧? 夫君给这儿洗说好不好? 蓝旺鸡点头,乖乖地搂住魏无羡的脖子,被抱到椅子上,还开心地前后晃着腿。 魏无羡将温软的毛巾,附在蓝旺鸡脸上,这么开心啊。 嗯?开心,毛巾拿开,蓝旺鸡养起头,就亲在魏无羡下巴,最爱夫君了。 真是傻,魏无羡捧住人的脸颊,揉了揉,夫君也最爱这儿,宝贝乖啊。 最近要好好休息,好好躺着的,等小家伙们稳定了,夫君再和这儿出门逛逛好不好? 好,吃完饭喝了药,外面还在下雪,魏无羡就和蓝旺鸡一起躺在火盆旁的软榻,一起看着笑话本。 魏无羡就看着蓝旺鸡边看边笑,然后逐渐开始困倦,便抽走书,熟练地拍着人的背哄睡,困了就睡吧,夫君在呢? 嗯,也许是真的跟心情有关。管家是眼看着,自从魏无羡回来之后,蓝旺鸡肉眼可见得越来越活泼开心,双胎的状况渐渐稳定下来,王府里也多了更多的活力。 而随着孩子逐渐长大,蓝旺鸡也被魏无羡审得越来越像孩子了。 比如现在,夫君,走不动了,要抱抱。 魏无羡二话不说,就直接把人抱起来,还不忘稳一下,等小家伙们出来了,夫君一定要给这儿好好养肉肉。 这怎么揣着,两个小家伙,还是这么轻呢? 蓝旺鸡嘟嘴,可是,书里说,妻子的容貌身材变丑了,会被丈夫嫌弃的。 魏无羡瞇起眼,什么破书? 带坏我宝贝,这儿不许看这些破书,夫君就喜欢这儿,什么样都喜欢,小笨蛋静瞎想。 嘿嘿,蓝旺鸡搂着魏无羡的脖子,贴着魏无羡価侧脸到处蹭,好呢。 那我不看了,我们去找兄长嫂子一起打牌好不好? 好嘞,走了,要带兔兔。 来,宝贝闭上眼,随便打一只就走。 好,现在就等小宝贝们出来了,晚安。